全新觀眾朋友的綜藝 台中七官民會做節目 要讓學生小孩 聽故事快樂來學母語 現場的小孩聽得很開心 生長的儀條和最有趣的故事 讓小孩去收到母語的地上 用這個輕鬆的方式去學主語 直接而且最有效 綜藝故事處推出 十六張作義十八張以北的 全作義故事節目 正傳統學中在小孩前 展現生長的故事內容 所以就收藝跟他的議員 推出重要的意涵 因為這有影音的效果 然後他只能夠接受到影像 學情難聽會比較好 讓他們幼小年製比較有吸引力 利用作義來說故事 讓小孩來看快樂學生買到 推出文化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